国民党有68%的支持度吗 没有吗 所以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 这就叫做民意 这真的就叫做民意 所以四个同意就是民意 确实是如此 蔡英文几喊四个不同意 担心严重影响 她后续两年半的执政 所以为什么蔡英文 要站在民意的对立面 民进党为什么要跟民意冲撞 郭正亮说 担心美国人会对蔡英文的 执政能力产生质疑 也就是说担心美国爸爸不信任他 那还有这个陈其脉 我们也得拉出来讲一讲 你记不记得他以前 在暖男的前期 那个不暖男的时候有多凶 担任立委的时候他高喊 邵右京猪肉进口那天 就是总统下台之时 但是现在他又说 时空背景不同 当时我说的是马英九 好爱安 真的我跟你讲 我们的网友超清楚 记忆力也超好 真的不演了 颜色对了什么都对了吗 游盈龙也说 蔡英文下令四个不同意 简单来说四个不同意 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这是一个直接民意 你就跟直接的民意对撞 特别是民进党 跟传统支持者四大对撞 四大公投可能会全盘揭没 小牛议员你怎么看 没有错 特别是莱猪跟这个藻礁议题 对不对 事实上在民进党第一场做这个公投说明会 做场抓到桃园 那其实就有人跑去观察 那就我侧面的了解 就第一个 出席的人数当然一定有 他们第一场的正面不会太难看 但是下面观众的热情程度 其实是不如预期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对于 就是不要看到说媒体铺天盖地的轰炸 然后或者是说他有金山银山 大家就紧张 这种违逆民意的事情 终究是不会起火花的 就是他动员的迹象非常明显 甚至有一种说法 就我没有亲眼见证我不敢直接讲 但是有人我听人家转述就是说 蔡英文总统话还没讲完 下面你再撤场 就是标准人是拉来的 所以不用去担心他每一场人很多 但是你应该要搞清楚就是说要站对位置 搞政治本来就要顺应民意 哪怕你心中再对于国家的未来 有你自己的想法 你还是要顺应民意 因为民主民主 要不然我们谈什么民主 我们就回复帝制就好了 皇帝想干嘛我们就干嘛 不是这样 应该是选出来的政治人 会要心心念念以人民的意见 为最高指导原则 这才是民主 可是显然我们政府就不是这样子 像刚刚陈吉麦讲说 瘦肉精诸后信口那天就是总统下来日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 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可以帮自己找一点任务 我刚刚不是讲说 希望大家用行动来支持这些公投吗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过去这些 现在高喊同意在 违逆民意的这一群民意代表 还有这些政治人 过去的言行 把它找出来 通通肉收 通通把影片通通留下来 大概未来找一个好的时机 交给这些 现在在战场上作战的这些人 比如说苏维说医师 比如说罗志强强哥 这些在为了公投努力的人 把这些素材交给他们 让更多的台湾人 去了解到哪些人在搞政党恶斗 曾经外的讲法标准政党恶斗 就你们这些过去在搞恶斗的人 今天反过头来指责 这些站在民意这边的在野势力 讲说站在搞政党恶斗 你不是开玩笑你是什么呢 就是郭正亮阿亮委员讲得非常好 68%反莱猪我从来只有听到 国民党反感度过六成 从来没听过支持度过六成 我无党籍我可以乱讲话 事实上是这样 所以民进党政府不要搞错了 你今天讲出来的东西是 跟主流民意为逆 不是跟什么国民党为逆 那今天蔡总统可能为了 他在美国心中的地位 他吃了衬托铁了心 应该没关系 那就公投见真章 但是我一样再次呼吁我们观众朋友 请你行动起来 如果你看不过去 你觉得台立班倒行逆施 非常过分的话 请你把你对于公投的关注 转化成具体的行动 不要让这些在前线作战的将士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